大家好 星期二日報 今天是2020年8月22日 星期一 強制勞動 真是辛苦 大家現在聚焦在 東南亞那邊的 賣豬仔事件 泰國又有件 厲害的事 泰國一隻大將 日前在高溫天氣下被丈夫帶去 工作搬運木材 期間大將失控 以象牙 將丈夫撕開兩半 事發在泰國南部 噴拿虎 一個 象膠種植員 上星期三早11點多 一隻雄勝20歲的大將 名叫做Papa 用象牙 刺向一個32歲的丈夫 當地警員到場的時候 丈夫已經 倒臥血拍莊中 身體被撕開兩半 其後獸醫到場 在500米外用槍枝射出震靜劑 控制這隻大將 當地的警方調查之後 相信丈夫是自當日早上開始 將大將去到這個象膠原一直搬運木材 其後大將懷疑在炎熱天氣和工作壓力下 發狂 襲擊主人 導致意外 真是不知道誰發明上班 唉 動物是不是應該這樣被我們奴役 他說不用的 不是的 我都不知道 這則新聞真是 不過你人人 人都是這樣 人都會瘋了 好了 按LIKE 點擊廣告見證 留言 社交媒體分享 第二個頻道 月費贊助 多謝你們 拜拜 拜拜